好 接下来我们看金融市场的功能 这个知识脸这么多年没出过考题 所以它不重要 简单了解就行 好 金融市场的功能 教材划分为基本功能和附加功能 基本功能有两项 一是资金融通 二是风险分配 简称作通风 好 资金融通 就是说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场所 把资金提供者手里闲置富裕的资金 转移到资金需求者那里去 也就是说让居民有个投资赚钱的机会 让公司能够上市募集资金 好 第二个基本功能 风险分配 金融市场在转移资金的同时 也在筹资者和投资者之间 重新划分分配了风险 我们前面说过 投资者买债券享有固定收益 探劳保收 他担的风险低 但是公司这边发债券融资 他就承担了还本付息 刚性兑付的义务 他承担的财务风险就高 万一还不上利息 还不上本金怎么办呢 好 投资者那边如果买股票 他的收益随行就是忽高忽低 投资者承担的风险高 但是公司发股票融资 不发债券 他就没有还本付息的压力 公司那边风险就降低了 所以风险总量就那么多 不同的金融工具 是在投资者之间重新切分 债券把更多的风险 切分给了公司 股票则把更多的风险 切分给了投资者 好 我们再来看 金融市场的三项附加功能 好 第一是价格发现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通过两个环节 得以实现的 一 买卖形成价格 这个道理容易理解 如果大家竞相采购 证券供不应求 自然价格上涨 好 如果大家竞相抛售 那自然价格就会下跌 第二个环节 价格引导着资源配置 实际里面说 天下熙熙攘攘 皆为利来 皆为利往 资金也是追逐利润的 它会流出利润低的领域 流入利润高的领域 从而优化资源的配置 第二项附加功能 调节经济的功能 这项功能主要是说 政府可以通过金融市场 来实施货币政策调节经济 这里教材列举了 宏文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 货币政策的工具 一 公开市场操作 如果政府觉得经济过于低迷 它需要增加资金 那它可以在公开市场上 买入国债 向市场投放资金 如果经济过热 政府可以在市场上 卖出国债 回笼资金 给经济降降温 好 第二 调整再贴限率 企业着急用钱 可以把手里的票据 卖给银行 当然要承受一定的损失 这叫贴限 好 银行也着急用钱怎么办 它可以把企业贴限给它的票据 再贴限给中央银行 当然央行给银行贴限票据 它也得赚一笔贴限息 这就是再贴限率的问题 好 第三 可以改变存款准费金率 银行吸收的存款 不能百分之百都拿出来放贷 否则万一有一笔贷款收不回 您欠储货这存款不就付不上了吗 因此安全起见 它要留一部分做准费金 只能拿一部分放债 如果规定的准备金率高了 银行可以放贷的资金就会减少 好 第三个附加功能 节约信息的功能 好 如果没有这个市场 资金提供者资金需求者 很难碰头 很难相互匹配 就像是在农村有个大吉 大家买卖都方便 没有这大吉 您挑着个扁担走劫 创户到处吆喝着叫卖 那么信息成本会非常高 好 总之 金融市场有两个基本功能 三个附加功能 这个考点考的概率比较低 如果您实在不放心 就把这几个功能的名称记住 具体的内容不必过多纠结 好 到此为止 金融工具 金融市场这部分内容 我们就全部讲完了 谢谢大家 好 学员朋友们 下面我们进入有效资本市场理论的学习 财管教材中有一些表述 是教材编写者的印加之言 这样的知识点 考察的概率比较低 还有一些 则是金融理论或财管理论中的 通说通实 显然出题人更愿意考察 这样的知识点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就属于后者 是通说通实 出题概率比较高 好 有一些知识点 出题人不翻教材 他也整不大明白 这样的知识点会考 但考察的概率低 还有一些知识点 出题人压根就不用去翻教材 早就已经烂熟于胸了 显然后者出题的概率更高 有效资本市场理论 就是出题人早已烂熟于胸的基本原理 因此这个知识点 出题考察的概率极高 这是本章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好 我们先来看 有效资本市场的含义 很多同学不炒股 对资本市场缺乏直观的感性认识 所以我们先从服装市场上谈起 很多女士特别喜欢去逛服装市场 特别爱买衣服 明明家里边有好多衣服 根本穿不完 但她还是得买 她的理由是家里的确是有衣服 可是没有我想要的这件衣服 她在服装市场上 女士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款式 花色布料 她在享受一场视觉的盛夜 简而言之 服装市场上 女士感受到的是各种各样的信息 但是陪老婆逛服装市场的男士 对这些东西压根就不感兴趣 有什么好看的 不都是些破布头子吗 都一样的 男士只关心一件事 那就是好骂吃 换言之 她考虑的是价格的问题 就这几块破布头子 为什么值几千块钱呢 当然女士有自己的理由 贵有贵的道理 所谓资本市场的有效 归根到底 说的就是信息和价格 二者之间的关系 好 市场有效的含义 我们用两个名词 两个动词来概括 两个名词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信息和价格 两者之间的关系 体现为两个动词 好 第一个动词叫反应 这个印是印日荷花 别样红那个印 日子旁的印 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我们前面说了 女士愿意花这几千块钱 买件衣服 她认为贵有贵的道理 她综合考虑了 这衣服的款式啊 色彩啊 以及厂商的信誉 得出的这个估值 得出这个判断 同样 男士买电脑 会考虑CPU 会考虑内存 硬盘 显示器 分辨率 等等参数 把这些信息综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估值 判断这台电脑 值不值当的买 总之 价格是所有信息 综合在一起形成的结果 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价格能够反映信息 能够同步的完全的反映全部可用的信息 您可以把价格视作是西游记里边的紫金葫芦 他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纳入其中 不管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还是猪八戒的九尺钉牌 全都收到这葫芦里头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动词 还是反映 但是音相同字不相同 这个反映是动态的反映 这意味着价格能够对新的信息 做出迅速充分的反映 好 如果有利好消息 投到市场上 马上会改变投资者对证券的估值 如果消息是利好的消息 那么骨架会蹭的一下 蹿升起来 这个调整是迅速的 而且是充分的 不会拖拖拉拉 如果是利空的消息 那骨架一定会瞬间暴跌 骨架的调整是瞬间完成一步到位的 好 大家做体检的时候 医生会拿小木唇敲您膝盖 这是在检查您的神经反射是否正常 如果神经系统没毛病 小木唇一敲您的腿就下意识的抬起来 如果还没敲 您腿就开始哆嗦 这是有点神经过敏 如果敲了之后您没反应过来 这可能是反应迟钝神经大调 资本市场有效 意味着信息一敲价格啪的一下 就瞬间做出反应 好我们再来看 市场有效的外部特征 说的是两个名词的事情 首先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好我们推定信息是充分披露均匀分布的 该说的周说正大光明 没有捂着藏着的 而且信息是阳光普照 雨露均瞻的 每一个投资者都在同时 获得等质等量的信息 好价格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这里我们推定价格是反应灵敏的 不会拖泥带水 它没有粘性 能够迅速的根据有关信息的变动 做出反应 不会没有反应 不会反应迟钝 好资本市场有效的含义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接下来我们学习市场有效的前提 这个知识里往年有选择题考察 所以要求大家务必掌握 好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 一共有三条 我们逐一给您讲解 第一条理性的投资者 好假设市场上 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人人都有一双火眼金睛 是鲜花是牛粪 是美女是妖精 大家一目了然心里头门清 好所有投资者都能正确的评估信息 当有新的信息发布的时候 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预期 这样大家对股价的估值都是合理的 这只股票就值十块钱 人人都清楚 那么你卖十二块钱 我肯定不会当这冤大头来买 我想八块钱就买到手 可是买不来呀 大家都认为股价真实的价值是十块钱 那么股票只能以十块钱的价格交易 符合它真实的内在价值 好理性的投资者 意味着如果人人都是对的 那么市场整体当然也是对的 好但问题是市场上 有可能会出现非理性的人 投资者的判断有可能存在理性偏差 总有人会老眼昏花 把牛粪当成了鲜花 但是您别忘了 同时还会有人把鲜花当成牛粪 明明这股票真实的内在价值是十块钱 但是有人觉得它值十二块钱 可也有人觉得它值八块钱 这两拨人都犯了错误 都出现了估值的偏差 但是有的高估有的低估 从平均来看 投资者的希望值还是合理的 还是十块钱 所以只要是这个预期的偏差 是独立的 是随机的 正负偏差 高估和低估的偏差 能够相互抵消归零 那么股价就像 就跟理性的预期保持一致 市场仍然是有效的 好这就像是拔河比赛 有的人往这边转 有的人往那边转 双方势均力敌 中间这根红线它保持不动 好怕就怕什么 怕就怕 所有的这些偏差 都往一个方向偏 如果理性的偏差 是系统的一致的 相互增强的 大家都把鲜花当成了牛粪 普遍低估 或者都把牛粪看成鲜花 普遍高估 这时候股价才会背离 合理的预期 好独立的理性偏差 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这里及时跟进 给您设计了一道 随堂练习 假设投资者存在着理性偏差 那么什么样的偏差 不会颠覆市场的有效性吗 好我们来看 如果偏差是独立的 市场仍然可以有效 如果是一致的 市场的有效性就被颠覆 如果是系统性的 那么市场的有效性会颠覆 如果是随机的 市场保持有效 如果能政府相抵 市场是有效的 如果没法相抵 都往一个方向跑 那么市场就会翻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条 套利 有时候 投资者的理性偏差 往往是往你各方向 大家会普遍的高估 或普遍的低估 这就像在服装市场上 女士们买衣服 经常会有一个一致性的偏差 都会买一些偏瘦的衣服 好 明明自己穿 XXL号的 非得买个S号的衣服 这衣服 买回来 他没法穿呢 勉强穿进去 一喘气 扣子都崩飞了 您要说他 他还有理 他说 总有一天 我能瘦下来 等我瘦成一道闪链 穿上这道衣服 劈死你 好 大多数人都往一个方向偏的时候 那是不是市场就跑偏 市场就搬船了呢 只要有少数人是理性的 他们能够正确的判断价值 能够认识到市场跑偏了 并且根据这种偏差 配置自己的资产组合 那么等过一段时间 市场幡然醒悟的时候 股价还要回归合理 那么这些有远见着实 有坚强理性的专业的投资者 就能够从中获得超额的收益 而他们的这种行为 有助于纠正市场的偏差 让它回复于理性的水平 总之 套利意味着 即使多数人错了 导致市场跟着错 但错的也能被纠正成对的 套利空间就意味着 一种市场自我纠错的机制 好 接下来 我们回顾一下刚刚讲过的三条 第一条 理性投资人 意味着人人都是对的 市场当然是对的 独立的理性天差 意味着即使有人错了 但政府相抵市场仍然是对的 好 第三条 即使市场错了 但套利这种纠错机制 能让错的再变成对的 那么三条 合在一起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是 市场它永远都是对的 所以上述的三个条件 不是说你同时都得满足市场 才有效 只要满足一个条件 市场就是对的 市场就是有效的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这道题目 考察的是市场有效的前提条件 A选项 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人人都是对的 市场当然是对的 没问题 再看BC选项 BC选项 说投资者有理性天差 什么样的理性天差 不会颠覆市场的有效性呢 如果是一致的倾向 普遍高估 普遍低估 那市场就有可能被他们拽偏 有可能翻船 相互抵消的情况下 市场才能维持理性的水平 好 第一选项 有专业的投资者进行套利 这里的套利就是一种纠错机制 能让市场回归正途 所以市场是有效的 好 在这道题的基础上 我稍微做一下修改 根据有效市场假设 下例正确的是 好 这AB之间 CD之间差在哪里呢 识词都是一样的 差别差在这连词上 AC说的是只要就 BD说的是只有才 前面我们说过 市场有效的这三个条件 都是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 只要所有投资者都是理性的 那市场它就是有效的 只要专业投资者能进行套利 那市场就是有效的 所以这道题目选择A和C 好 市场有效的前面条件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 我看有的老师讲义里边 有一大堆三星级的考点 简称三星堆 还有的老师呢 特别爱打星号 比如说傅傅老师一伸手 满屏都是星 我老师一张嘴说 这个知识点三颗星 或者八颗星 我打星号呢 手底下还是把握的比较紧的 两星级的考点就比较重要了 三星级的考点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要讲市场有效性的层次 就是本章最重要的内容 三星级的考点 好 市场的有效性 不是说要么无效 要么有效 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 黑与白之间有不同层次的灰阶 要不怎么说五十度灰呢 好 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层次 分成三级 我们先从无效看起 第一级 入门级的有效性层次 是弱势有效 在此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往上蹦一个台阶 达到半强势有效 好 如果白尺杆头更进一步 市场有效性程度 达到巅峰登峰造极的时候 我们把它称作强势有效 好 我们后面所要讲述的内容 就是弱势有效 半强势有效 强势有效 三者在各个方面的区别 好 资本市场有效性层次的区别 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含量的多少 二是交易策略失效的情况 三是有效性的检验 方法 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信息含量 弱势有效的市场 是有效性程度最低的市场 前面我们说了 市场有效 意味着价格能够反映信息 价格里面包含着信息 那么有效性的程度越高 价格里包含的信息就越多 有效性程度越低 价格里包含的信息自然就越少 弱势有效的市场上 价格里面只包含历史信息 好 什么叫历史信息呢 这里历史信息 不是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时代的事儿 历史信息这个词 在有效资本市场理论里吧 它是有特指的 它特指的是资本市场过去的交易信息 所以应该把它理解为是历史交易信息 资本市场上的交易会产生大量信息 但是归根到底 交易信息其实就是两件事儿 一是价格 二是数量 所以所谓历史信息 主要指的就是交易价和交易量 等市场的有效性程度提升一级 达到半强势有效的时候 价格的信息含量增加了 它要囊括所有的公开信息 刚才我们说的交易价交易量 也属于公开信息 如果您想知道某只个股的历史交易价 历史交易量 您可以随便打开一个炒股的软件 或者登陆新浪财经都能查得到 但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交易价交易量 这些历史信息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开信息 比如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 挂在交易所的网站上 挂在聚潮网上 人人都能下载 又比如说国家的经济政策 新闻联播这一播报地球人都知道了 显然这属于是公开信息 好 等达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市场的有效性程度 登峰造极 价格中达到了无所不包的信息含量 可以说这个层次的资本市场是全知全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明察秋毫 所有信息都包含在了价格里头 即使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但是还没有公开 外界市场上的投资者 还被蒙在鼓里的时候 价格就有所反映 强势有效资本市场中 价格还要反映未公开的内部信息 好 从价格包含的信息范围来看 从弱势到半强势再到强势 价格中的信息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从狭窄的历史信息扩大到公开信息 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的信息 好 从价格中所囊括的信息的内容来看 随着有效性程度的提升 价格所包含的信息的内容是只增不减的 弱势有效的时候 有交易家交易链 半强势有效又加上了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 国家的产业政策等等信息 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把内部信息也加在了里面 我们来看这幅示意图 历史信息是最小的一个圈 弱势有效的市场上只反映历史信息 历史信息是公开信息 但公开信息是一个更大的圈 除了历史信息之外 还有其他的公开信息 半强势有效资本市场价格 能反映所有公开信息 当然也包括历史信息 好我们再画一个更大的圈 这是全集囊括了所有的信息 除了公开信息之外 还包括未公开的内部消息 当市场达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价格连内部消息都能反映 那好 讲完了这幅示意图 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半强势有效的市场上 价格包含历史信息吗 当然要包含 好 随着有效性层次的提升 价格中的信息含量是只增不减的 若是有效的时候就包含了历史信息 到半强势有效 价格中不会把已有的信息袋吐出来 它只会吃进去更多的信息 而只进不出 好 第二个问题 强势有效市场上价格中 包含公开信息吗 答案也是肯定的 强势有效 包含了公开信息 然后再吞进去内部消息 而不会妥卓公开信息来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练习题 市场有效性的层级 我们会给大家三张重要的表 可以说有效资本市场理论 70%的考题 都是在考这三张表格 第一张表格体现我们刚才讲过的信息含量的问题 我们从无效说起 无效的市场上价格里不包含信息 弱势有效只包括历史信息 不包括其他公开信息 不包括内部消息 好 半强势有效 除了历史信息之外 还包括其他公开信息 或者说半强势有效 包含了所有公开信息 强势有效 囊括所有一切的信息 所以这三个单元格都得打勾 最后内幕消息这里也已经含在了价格当中 好 市场有效性层级的第一个问题 信息含量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学员朋友们 我们继续来讲解市场有效性的层次 之前 我们给您讲解了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上 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讲解第二个问题 交易策略的问题 市场有效与交易策略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概括成一句话 市场有效会导致策略失效 这样市场有效性的层级越高 失效的交易策略也就越多 好 这是一个整体的原则 下面我们再来给您具体讲解 好 接下来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市场有效会导致策略失效 这个问题不重要了解就行 不用去记 好 第二个问题 什么叫策略失效呢 同样这个问题也不重要简单了解就行 好 第三个问题 在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上 都有哪些策略会沦为失效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三星级的考点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市场有效会导致策略失效 好 不同的人炒股 奉行不同的交易策略 但是所有的交易策略都需要利用信息来预判未来股价的走势 好 有人奉行买涨不买跌的原则 他进行交易决策 要看过去股价的走势 是涨是跌 这不是信息吗 好 有的人坚持要买寄优股 这个股票业绩如何 是不是他心目中的寄优股 你得去看他的财报啊 这不也是在利用信息吗 还有人炒股 爱打听小道消息 这也是利用信息来进行交易的策略 总而言之策略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的 好 但是新的信息公布出来会影响股价变动 但是只会影响一次 一旦这个信息已经被股价完全反映过了 就相当于是 已经被股价这个紫金糊落给吸收进来了 它已经含在当前的股价里了 那么这样的信息 就不会再次影响未来的股价变动了 好 比如说你们公司规定 考过了筑块 每月给你加一千块钱的补贴 当月你考过筑块兴高采烈的去找人事部门 人事部门给你涨了一千块钱的工资 好 下个月你再去找人事部门 还想再涨一千块钱的工资 人事部门告诉你 你现在的工资里已经包含着这一千块钱的 筑块证书的补贴了 我不能再给你涨一次工资了 不可能你考过个筑块越越涨工资吧 好 总之 信息影响股价是只影响一次的 不会再度影响股价 所以一旦信息已经被股价吸收了 这样的信息就丧失了利用价值 它没法拿来预判未来的股价 无助于投资者谋取超额收益 已经被股价吸收的信息 就像是已经流逝过的水 你不能指望它再度推动磨盘转动 所以英语里有句谚语 说任何人不能用已经流逝的水来推磨 好 第三点 我们之前说了 市场有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价格反映所有可用的信息 所有的信息都被价格里紫金葫芦收进来了 所有的信息都丧失了利用价值了 那么所有的交易策略 也都失去了逻辑基础 从而沦为失效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市场有效意味着策略失效 下面我们来解释第二个问题 什么叫策略失效呢 策略失效意味着投资者 按照这样的策略来炒股 没法获得超额收益 也就是说 你不要抱有任何幻想 不要有非分之想 但是 没有超额收益 不意味着投资者就空手而归 你应当应分的正常的收益 是仍然可以取得的 什么是正常的收益呢 风险收益存在权衡关系 你担多大的风险 获取多少的收益 与你承担的风险相应称的这个收益 是正常的收益 这是你能够取得的 但是超出这个收益之外 额外的收益 那就是痴心妄想了 好 刚才我们说了 市场有效意味着策略失效 策略失效就排除了超额收益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结论合在一起 可以说市场有效 就意味着没有超额收益 好 策略失效 是从平均水平来看 超额收益等于零 但是不排除个别人 个别机构偶尔会走大运 天上可能掉个馅饼 偏偏就砸在你头上 好 第三点 策略失效 是从长期趋势来看 超额收益会归为零 但是不排除个别的年份 各别的情况下 偶尔出现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只能是暂时的转瞬 即逝的 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存在 听说过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 但是没听说过一夜暴富的故事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哪些策略会失效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要求大家必须掌握 好 讨论哪些策略会失效 我们先来考虑 市场上投资者炒股的交易策略 都有哪些 好 一开始我们说了 所有的交易策略 都要依据特定的信息 来进行判断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种交易策略 所依据的信息类型 对策略进行划分 好 有的人炒股 会去看K线图 会去分析什么支撑线 阻力线 金叉 死叉 好 这些人炒股 所依据的信息 其实是历史上的股价变动 属于我们前面说过的历史信息 基于历史信息来炒股的这种作派 被称作技术分析 好 技术分析这个词 乍听起来高大上 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技术含量 技术分析 其实是民间股神和大叔大妈 所奉行所热衷的炒股的策略 事实上 这些东西 就跟街头算命先生那些把戏差不多 说的是神乎其神 煞有其事 但是你按他说的这套炒股 到底能不能赚到钱 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 技术分析 是股市上的正规军 或者说是学院派出身的人 所不屑一顾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考虑 技术分析之外 其他的交易策略 有的人炒股 会认真地研究上市公司 披露的财务报告 他试图从财报当中绝金 根据财务数据 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发展前景 进而构建一个模型 测算这个公司股价 它应有的价值 这种炒股的思路 称之为基本分析 有时候也翻译成基本面分析 各式各样的估值模型 本质上就属于基本分析的范畴 好 很多主流的投资机构 奉行基本分析的交易策略 比如说微博老师炒股 一贯的是鼓吹价值投资 这代表了资本市场上 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 经常跟我聊巴菲特芒格的事情 但至于他炒股 业绩到底怎么样 赚没赚到钱 我也不好意思问 好 我们再来考虑 第三类交易的策略 真正在资本市场上 翻云覆雨 叱咤风云的人物 其实是那些有消息 有资源的市场上的大佬 他们不会像大叔大妈那样 去搞什么技术分析 也不会像学员派一样 做什么基本面的分析 人家炒股 靠的是自己的信息优势 进水楼台先得月 玩的是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不是犯法的吗 当然 前面不是说了吗 富贵险中求 你想谋取超额收益 你就得承担一定的风险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把这些交易策略 与资本市场的不同层次联系起来 我们先来看 在最低一档 弱势有效的市场上 别的事咱且不说 反正历史信息 已经被吸收到股价这个葫芦里头去了 那么历史信息已经丧失了 利用价值了 那么你基于历史信息来炒股的 露出这些技术分析的策略 都变成了无本之末 无缘之水 沦为失效 当市场有效性提升到 半强势有效的时候 价格中的信息含量扩大了 他把所有的公开信息 都囊括其中 这样公开信息也丧失了利用价值 你根据公开信息炒股的 基本面分析的策略 也就沦为失效 好 我们再来看 当市场有效性登峰造极 达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所有信息 都收在价格这个葫芦里头了 连内部消息也不例外 即使你铤而走险 以身是法从事内幕交易 也没法赚取到超额的收益 好 我们看到 随着市场有效性的程度 逐渐的提升 失效的交易策略是越来越多 获取超额收益是越来越难 就像是法律不健全的时候 想发财还是比较容易的 坑门拐片的手段多了去了 随着法律制度越来越健全 监管越来越严格 发财的手段也就越来越少了 好 现在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半强势有效的市场上 技术分析有用没用啊 好 我们刚才说 在弱势有效的时候 技术分析就已经归为无效了 市场有效性提升到半强势的时候 这种已经死掉了的交易策略 它不可能死灰复燃 所以技术分析是失效了的 我们再来思考第二个问题 到强势有效的市场上 基本面分析还有用吗 同样的原理 半强势有效的时候 基本面分析就已经归为无效了 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它不会死灰复燃的 仍然是无效的 好 现在我们给出大家市场有效性层次 三张表格当中的第二张表格 这张表格很重要 选择题就从这张表格上出题 好 我们来看 在不同层次的市场有效性项 哪些交易策略是有用的 哪些交易策略是失效的 好 当市场压根就无效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法律制度 那是无法无天的蛮荒时代 这时候 康蒙拐骗所有的招数 都能让你发财致富 所有这些交易策略都是有效的 好 到弱势有效的时候 技术分析 归为无效 但是其他更高明的手段 比如基本分析 估值模型 内幕交易 仍然是有效的 市场达到半强势有效的时候 已经死掉的技术分析 不会死灰复燃 它仍然是失效的 而基本分析 估值模型 也都归于无效 只有内幕交易 还能带来超额收益 最后 等到市场登峰造极 达到强势有效的时候 所有的信息都收到 这紫金葫芦里来了 所有的这些炒股的策略 全都归为无效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道领袭题 如果说我们知道 某一类信息或某一些策略 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那么我们反推 市场至少 达到了哪个层次的有效 第一行 如果历史信息 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那么市场 起码得达到弱势有效 当然 它也有可能是半强势有效 有可能是强势有效 好 如果所有公开信息 都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那么市场至少 达到了半强势有效 如果连非公开信息 都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或者说 所有信息 都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那就说明市场 达到了强势有效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组 技术分析 其实是一种低端的炒股的路数 如果技术分析 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说明市场 至少达到了弱势有效 好 如果估值模型 基本面分析 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意味着市场至少达到了半强势有效 如果内幕交易都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那就说明内幕信息都被价格吸收进来了 这时候市场全知全能 它达到了强势有效的程度 如果不管你用什么招数 你使出全身的卸数 也没法赚取超额收益 超额收益这事完全就是吃人说梦 整个证券投资就没有超额收益 那说明市场达到什么程度 当然是强势有效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如果资本市场是半强势有效的 那么投资者不能通过哪些手段 赚取超额收益 好在半强势有效的市场上 技术分析失效了 基本面分析估值模型也都失效了 但是利用非公开信息炒股 能够赚取超额收益 所以这道题目选择ABC 好 这个知识里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看市场有效性的检验 而筑块考试毕竟是一个职业资格考试 它是面向实物 而不是面向学术的 市场有效性的检验 属于实证金融学的研究范畴 这是象牙塔里阳春白雪的东西 所以筑块考试即使考到 也就考一些大面的东西 不会考得太深太细 所以大家在备考的时候 对每一种检验方法具体的操作细节 没必要探一多的深究 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但是每一种检验方法 它检验的目标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最终检验的结论又是什么 这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下来的 刚才我们讲了 市场有效的层次 体现在信息含量上 体现在失效的交易策略上 还体现在不同的检验方法上 市场有效理论 英文中简称作EMH 这个H代表hypothesis 是假说的意思 什么叫假说 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但它可能是假的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不能拍脑瓜来瞎琢磨 你得拿资本市场上的实际数据来验证 不同层次的市场有效性 有不同的检验方法 这些检验方法可以大致分成两类 一类是价格变动型的检验 一类是投资收益型的检验 好 就像是新冠的检测 可以检测你体内有没有病毒 这是核酸检测 也可以检测你体内有没有产生抗体 这是抗体检测 这是两种不同的检测思路 好 下面我们先来看 弱势有效市场的检验方法 弱势有效的市场 有两种检验方法 一是随机游走 二是过滤规则 我们先来看随机游走 好 如果市场是弱势有效的 那么股价将呈现出随机游走的态势 什么叫随机游走呢 学过中学物理的同学 可能会听说过不朗运动 您把这花粉放在一杯热水里 花粉这运动的轨迹是完全凌乱的 这就是随机游走 您也可以直观的理解 就当玻璃瓶子里放进去一只苍蝇 这苍蝇是嗡嗡乱飞 您从它的运动轨迹中找不出规律 或者干脆 您就想象成街头一个罪汉 亮亮腔腔一脚深一脚浅 你没法预测它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 随机游走这个概念 在考题中有可能会考察两个关键字 关键字是要求大家必须记住的 第一个关键字没有影响 这意味着过去的股价变动 那是历史信息 历史信息不会再影响现在 不会再影响未来的股价变动 就像是你看到一个罪汉上一步往哪个方向走 如果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你是预测不出他下一脚往哪个方向卖的 这叫没有影响 好第二个关键字是没有规律 我们把过去的股价变动 现在将来的股价变动 放在一起来研究 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规律 但这是徒劳无益的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 股价是随机游走的 那么证券价格时间序列 完全就是一团乱麻 你是从中找不出系统性的变动规律的 所以若是有效意味着随机游走 随机游走意味着没有影响 没有规律 两个关键字必须记住 好我们来看那个示意图 如果是若是有效随机游走 那么过去的股价变动 对现在对未来是没有影响的 把整个时间序列放在一起通盘考虑 你从中是找不出规律的 就是一团乱麻 好接下来我们看随机游走具体的操作步骤 具体操作步骤不用刻意去记 你知道我在说一件什么事大概听明白就行 最后我会给你点出结论来 你就记结论就记结论里的一个关键字就够了 好现在我们找出若干个交易日 测算每个交易日上一支股票的收益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构建一个收益率的序列 比如我们以7月13号这个交易日作为基准 把它定义为当日 也就是时间轴上的零点 以这一天为期点 我们向后找几个就连续的交易日 建立起一串收益率的序列 比如从7月13日开始往后找四个交易日 我们构建了一个收益率序列 这个序列我们记作R0 因为7月13日是我们定义的基准日 所以下标是零 好这个序列是由四个收益率构成的 5.7% 5.9% 4.2% 3.7% 因为7月13号是我们的基准日 所以这一串序列 我们把它视作是当前的股价变动 好 然后我们往前推一天 以7月12号这个交易日作为起点 向后找四个连续的交易日 再来构建另一个收益率序列 因为这个收益率序列 我们往前挪了一天 所以把它记作R-1 R-1这个序列 其中包括7.1% 5.7%至到4.2% 好 R0代表现在的股价变动 那么前推一天我们得到的R-1 就代表了过去的股价变动 好 当然我们不是说只能往前推一天的 我们也可以提前两天 提前三天 或者提前N天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检查 昨天的股价变动对今天股价变动有没有影响 我们也可以去研究前天 甚至大前天的股价变动 对当前的股价变动有没有影响 好 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构建收益率序列之后 第二步要做的是测算相关系数 刚才我们得到了R0R-1两个序列 我们算一下这两个序列的相关系数 好 什么叫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到底应该怎么算法 我们在第三章给您讲解 这里您先做个简单的理解 相关系数是体现两个变量相关程度的一个统计指标 如果我们算出来 两个变量相关系数是个正数 说明两者存在着一个同向变动的趋势 假如R-1和R0之间相关系数是正数 那说明股价昨天涨了 今天大概率还会涨 昨天跌了 今天大概率还会跌 如果相关系数您算出来是个负数 说明两个变量 大概率上从大趋势上看是反向变动的 假如R-1和R0之间相关系数是负的 那么我们可以大致认为 如果昨天股价是跌的 那么今天股价大概率会反弹 会往上涨 如果昨天涨了 今天大概率会跌 好 但是 如果我们算出来的相关系数 它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它等于零 这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 昨天的股价变动跟今天的股价变动 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第三步我们来推导结论 假如我们测算出来的这个相关系数 是非常接近于零的 这就说明 这两串收益率的序列 是不相关或者说是无关的 您要记就记无关 这两个字就行 好 R0 R-1无关 意味着什么 R-1代表过去的股价变动 R0代表现在的股价变动 两者无关 说明过去的股价变动 对现在的股价变动是怎么样 没有影响 也就说明 整个股价变动的这个序列 是没有系统性规律的 好 没有影响 没有规律 两个关键字出现了 意味着股价是随机游走的 进而意味着市场达到了弱势有效 好 这三个具体步骤中 第一步第二步 您大概知道我在说什么事就可以 如果您要记就去记这第三步最终推导出来的 结论 好 我们回顾一下随机游走检验的基本步骤 我们构建 代表现在的股价变动 代表过去股价变动的收益率序列 测算相关系数 如果相关系数接近于零 说明二者无关 这一部分是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 二者无关 意味着没有影响 没有规律 股价是随机游走的 市场是弱势有效的 这是我们通过逻辑推导得出的结论 好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对于随机游走这种检验方法 你必须要掌握的是什么 你必须要掌握的是它检验的目标 它是要检验弱势有效 你尽量掌握的是什么 是检验的具体规则 如果说当前的收益率和过去的收益率怎么样 是无关的 则说明股价是随机游走的 说明市场是弱势有效的 您牢牢记住无关这两个字 其他具体的操作步骤 不必纠结 就像是您去医院化验血液 您能看懂那报告就行 具体的检验方法 那是人家专业人士研究的事情 好 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如果我们发现股价的变动和历史的股价变动 是相关的 这说明什么 好 弱势有效的话 它应该是无关才对 现在是相关的 说明市场压根都没达到入门级的弱势有效 那么市场还处在无效的阶段 好 弱势有效的第一种检验方法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好 我们继续来讲解弱势有效的检验方法 接下来要讲的是第二种方法 过滤规则 好 我们来看过滤规则检验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 是先要制定一个交易规则 所谓过滤规则 就是一个简单机械的炒股的规则或者是策略 好 这才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制定的炒股的规则是什么呢 如果我盯着一只股票的股价看 看这股价匆匆往上涨 涨幅达到5%的时候 我要采取行为买入股票 这叫追涨 如果我看着这股价匆匆往下跌 跌幅达到5%的时候 我就赶紧卖出清仓 这叫杀跌 所以教材给出的这个过滤规则 用通俗的语言来讲 就是追涨杀跌的交易规则 好 下面 就教材举的这个例子 您来思考两个问题 第一 过滤规则依据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它属于哪一类炒股的策略呢 好 股价涨也好 股价跌也好 都是我们看得见实际发生的过去的股价变动 它属于是历史信息 那么根据历史信息所采取的交易行为 这属于技术分析的范畴 如果市场是弱势有效的话 那么技术分析应该是失效的 没法带来超额收益 好 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 什么样的情况下 教材里头这种追涨杀跌的交易策略 才是有效的呢 好 我们想一想 股价过去一直涨 涨幅达到了5% 我就要买入去追涨 这背后的逻辑假设是什么呢 逻辑假设是股价过去涨 它将来还要接着涨 好 股价过去一直跌 跌到5%了 我就要及时卖出清仓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推定 股价过去一直跌 将来它还会继续往下跌 所以追涨杀跌的交易策略 它背后的逻辑是 股价的变动 它是有惯性的 过去涨 未来还要涨 过去跌 以后它还接着跌 所以追涨杀跌 这是我们老百姓日常语言的表述 这种交易策略 在学术研究中 称作动量交易momentum 其实动量的意思 就是惯性交易 好 与追涨杀跌相反的交易策略 是高抛低息的交易策略 我看着股价蹭蹭往上涨 涨到一定幅度的时候 我就及时卖出逃顶 如果我看着股价不断的跌 那么达到一定跌幅的时候 我认为股价要触底反弹了 所以我要买入来抄底 这种高抛低息的交易策略 学术界称之为反向交易 叫contrarian 那么什么情况下 高抛低息的反向交易 才能奏效 才能带来超额的收益呢 当股价是反向运动的时候 也就是说 股价涨到一定程度 它就要扭头往下跌 股价跌到一定程度 它就会触底反弹 股价的变动 就像是你拿一个乒乓球 往地下一摔 乒乓球碰到地 它就反弹起来 碰到屋顶 它又再掉下来 股价就在这个箱体里震荡 如果股价的变动 有这种规律的话 那么高抛低息的反向交易 才是合理的 到底股价的变动 是有惯性延续过去的趋势 还是会扭转过去的趋势呢 说不准 这些都是我们主观的假想 好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测算收益 我们按照刚才所构建的 追涨杀跌也好 高抛低息也好 按照这种过滤规则 利用数据做模拟的交易 测算模拟交易得出的收益率 好 作为参照物 我们再来计算 傻乎乎无脑买入 然后一直持有 不管股价涨也好跌也好 都不做任何交易的 这种操作炒股方式下的收益率 这种买入之后 无脑持有的交易策略 称之为简单购买 并持有的策略 叫buy and hold 好 高抛低息也好 追涨杀跌也好 都是有一套说法的 都是有策略的 而简单买入之后 就不去管它 听之认之 这是没有策略的炒股方法 好 接下来 我们比较一下 你按照这些过滤规则来交易 收益率是不是比没有策略的买入持有要好呢 假如我们经过实证检验发现 你按这些过滤规则交易 你拿到的收益率 没法持续超过没有任何策略 简单买入持有情况下的收益率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你的策略失效了 不管你想的那些什么高抛低息也好 还是追涨杀跌也好 都没给你带来超额收益 所有这些招数都是晕招蠢招 那我们进一步追问 我们想的好好的 为什么这些招数它就不好使呢 是因为你背后的假设 股价的时间轴上的变动是有规律的 这个假设压根就不合理 这是你印象情愿主观想象出来的 跟实际的股价变动不一样 实际的股价变动其实没有这些所谓的规律 它就是在那眉头苍蝇一样随机游走 这样我们反推出 价格时间变动没有系统性的变动规律 所以市场是弱势有效的 简而言之 如果过滤规则的收益率 没有能够持续超过买入持有的收益率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 市场达到了弱势有效的水平 好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过滤检验 好 过滤检验必须要记住 它检验的目标是弱势有效 检验的规则尽量的把握 如果按照过滤规则进行交易的收益率 没能够持续的超过买入持有的收益率 则意味着市场达到了弱势有效 好 弱势有效的检验 我们就给您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